说起台海危机,很多人都知道1996年的那次 但实际上台海到目前为止已经爆发了三次危机 第一次是在1954年到1955年期间 1954年的3月3号,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华盛顿提出了建议 要立即以美国自身的名义或者以联合国的名义对台湾局势加以干预 1955年的1月18号,解放军发起了首次陆海空联合作战的江山岛战役 成功解放了该岛,直接威胁国军前线指挥中心大陈岛 国民党军队盘踞在浙敏东南沿海岛屿的势力岌岌可危 就在1995年的1月28号,美国刨除了所谓的新西兰提案 这个提案是由新西兰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 要求安理会审议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 新西兰这个提案的因度之处就在于要把中国大陆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这些内政的问题 说成是国际冲突,要联合国出面进行所谓的斡旋停火 那这样子搞就等同于要把中国内部的问题给国际化了 是恶意的制造分裂 结果这个用心狠毒的提案还没有等大陆做出反应 那边蒋校长就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 他指示了台湾驻华盛顿的顾为军 认为这个提案将引起巨大的忧虑和误解 让人误以为中国分裂 2月14号,蒋校长在中外记者的招待会上就说过 两个中国的说法荒谬绝伦 台湾与中国本属一体 骨肉相关,休憩与共 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声讨当中 这个提案在安理会被无限期的搁置了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 美国艾森和威尔政府不断的试图 用核武器威胁大陆做出让步 而这个行为也刺激了中国自主研发核武器的决心 第二次的台海危机爆发在了1958年 这个就是著名的炮轰金门 1958年夏天,美、英等国出兵中东 国际上是又一次波掘云轨 于是乎蒋校长再次动起了要反攻大陆的念想 这个想法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 解放军在8月23号的17点30分开始炮轰金门 也称823炮战 第一波的炮击当中 大陆一次性发射了几万发炮弹 金门岛瞬间陷入火海 9月7号,美国和国军联合舰队出现在金门岛附近 意图打破封锁 为了避免摩擦 解放军事直打蒋舰,不打美舰 没有想到这个美舰掉头就跑 到这儿,台海局势形成了我方、蒋方、美方 三方复杂尖锐的微妙形势 等到了10月初 这场炮击就变成了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 一直到1979年中国和美国建交为止 就在这个期间 中国政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 发表了教员撰写的告台湾同胞书 宣布从10月6号开始 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 你们可以充分的自由的运输各种各样的物资 但是要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作为条件 金门炮战的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 大陆给老美划出了红线 那就是美方不得军事介入 教员也在这一次之后认为 台湾目前可以暂时的放在蒋氏父子的手里 反正是坚决不能落到老美的手里 对于老蒋可以党 毕竟解放台湾的任务也不一定要在我们这一带完成 可以交给下一代去办 另外由于炮战的时间太久 所以发射到金门岛上的炮弹数量太多了 岛上的居民就把弹壳取回去打成了菜刀 这又催生了著名的品牌金门菜刀 因为制造炮弹的钢铁质量太好了 所以打造出来的金门菜刀也特别的锋利 那些年在金门服兵役的台湾青年返现的时候 都会带上几把用炮弹做成的菜刀作为纪念品 而第三次的台海危机就是在1995年到1996年期间 1995年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 李也趁机在美国公开进行分裂活动 为此1995年7月和1996年的3月 中国大陆政府宣布在台湾海峡附近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其中包括导弹从台湾岛屿上空穿过 但没想到这一次咱们内部出了判读 对台作战的军事部署竟然被台湾放到了自己的电视上 全程给播了出来 给咱们这边都给弄蒙掉了 随后老美派出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十多艘军舰 三艘核潜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游艺 军事对峙一度十分紧张 最终大陆这一方先宣布结束军事演习 然后老美也撤军了 第三次危机也就此过去了 经过这一次的台海危机之后 解放军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特别是自家出判读的事 以及装备上的各种部族 所以此后的二十年当中 解放军迎来了海空装备的全面大升级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我们终于可以很有底细的说 有信心也有能力去维护国家的统一